你可能之前都没有注意过 原来在一幅画中竟然有这么多巧合 左眼上顶点,右眼下顶点和耳朵正好在一条水平线上 并且几乎是平分 耳朵下顶点和左侧唇角平行 脖子左侧延长线会穿过下巴,牙齿边缘,瞳孔边缘,头发和额头交界 脖子右侧延长线会穿过耳唇,瞳孔中心,眉毛和头发交界 这些线恰巧还都是平行的 从下巴往上划条线 竟然下巴,唇角,眼角,眉尾正好都落在这条线上 眉尾,眼角,脸颊二分之一,颈尖转折处,垂直 内眼角,鼻翼,下巴也垂直 眉心,内眼角,鼻尖,嘴角,继续往下,肩膀边缘 竟然都巧合的出现在一条垂直线上 在所有的画中你都可以在任何直线方向 甚至是弧线角度上找到各种各样的巧合 这就是观察 不要只着眼于你现在正在画的东西 要四面八方的看它与周围在位置和比例上形成的巧合关系 这样的观察才能让你画啥像啥